我曾是女友柳如烟的大学辅导员 六年前,我24岁,她18岁,差了整整六岁 她也倒追了我整整四年 直到两年前,我被她感动 两人终于确认关系,成为情侣 所有人都在为我们修成正果而高兴 我也一直期待着,可以与她早日步入婚姻殿堂 可今天,我却听到她和朋友说,她后悔了 站在包厢门口,我感觉浑身都是冷的 屋里柳如烟的声音隔着门缝传了出来 当年确实一见钟情 觉得男学生都比不上她成熟有魅力 可现在出了社会,见的人多了 觉得其实她也和别人没太大区别 别人的男友都是同龄人 每次带她见朋友 虽然没人说,但我觉得他们肯定被地里在笑话 我找了个大叔你要说我很讨厌她 倒也没有,就是感觉淡了 而且,她年纪大了想早点结婚 可我还小呢,听到结婚两个字就头疼还有 我妈也不同意,觉得她家庭情况一般 配不上我,其实我也觉得她不太配得上你啊 你为什么不分手呀 一个男生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整个人争助 今晚柳如妍出来见朋友 是和我说过的 她还专门强调了是玩得好的公司女同事 一个男的都没有 我也想啊 可当年我追她四年 人尽皆知 她也顶了学校的挺大压力 当年是当年嘛 现代社会 谁谈恋爱还不允许分手了 娜娜你不要有压力了 不是,我那时候年轻 傻乎乎的搞得高调 好多人说我痴情专一 现在如果和她分手 肯定会被人骂她的声音烦躁起来 现在网上什么都传得快 万一她不同意 闹大了 有人人肉我 给我扣扎女帽子 以后在公司还怎么混 被人骂 扎女帽子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这段时间 柳如妍是会对我偶尔露出冷漠和烦躁 我一直以为是她工作不顺心 还每天想尽办法安抚她 给她做好吃精致的饭菜 拉着她去公园散步 给她准备小惊喜小礼物 可她其实时刻想着的 都是和我分手吗 而和我分手 她首先担心的不是我难不难过 而是担心会不会有人说她的坏话 会不会闹大令她成为攻击对象 烦死了 随着酒杯砸落到声音 我思绪猛然回笼 握在门把上的手不自觉松开 今晚真不想回去 那男生笑了起来 放心吧娜娜 我会和爸爸说的 肯定不会让你在公司难做了 我觉得你真是太难了 本来压力就大 还得忍着那么老的大叔分不了手 你不想回去的话 我在这附近有个小公寓 可以去我那里住一晚的 我柳如妍似乎在犹豫 这样不好吧 我怎么好过去 笑声再度响了起来 傻娜娜 我是在帮你啊 而且 这样才能让她和你分手吗 啊 我也是男人嘛 比你更懂男人 男人爱自尊 你冷落冷落她 让她不痛快 她一提分手 你立马答应她笑嘻嘻道 这样 只能怪她不珍惜你 谁也赖不到你头上落回到车上 我并没有立马离去 手机的录音键虽然已经按下关闭 但仍然闪着刺眼的光 是柳如烟刚发来的信息 你先睡 同事分手了 我开导她呢 今晚住她家看着点塌 不回去了自嘲的笑容 又不得服上嘴角 房间里的那个男人 我想起来是谁了 是柳如烟公司老板的儿子古城 他的老板为了锻炼儿子 将他放在了柳如烟所在的业务部门 之前 柳如烟不止一次 向我抱怨过他很笨 连Excel都要我教他 我真的怀疑他有没有上过大学 天天不是送错文件 就是做错材料 每天都要帮他善后 真是烦 古城还经常会在下班后 给柳如烟打来电话 烦死了 为什么我下班还要教他 每次放下电话 他都怒气冲冲 那时候的我 还傻傻地宽慰他 实在干得不开心 要不辞职算了 反正我可以养你的 而他在一边抱着我 一边郁闷地说 我真是快忍不了了 我真是讨厌死他了 可他却一直都没有辞职 而今天 他与讨厌死的人诉说着 他因为和我在一起 有多么的烦 他真的讨厌他吗 如果真的讨厌 又怎么会用欺骗我的方式 出来和他喝酒 又怎么会嘴上说着讨厌 去试试照顾他帮助他 两人的关系 明明是可以胡说心理话的知己 甚至 比我更像是情侣 目光测过去 副驾上放的是柳如烟的药 他有哮喘的毛病 需要随身携带药品 可他今天走得急忘带了 我这才急匆匆出门 想送给他 而他之所以会喜欢上我 也是因为我救过他的命 六年前 我研究生毕业 刚刚到高校工作 担任了柳如烟 所在班级的辅导员 一次运动会 柳如烟跑完一千米 突然哮喘发作 当时身旁没有其他老师和同学 我直接背起他 就向校医院跑 后来 他用了药 但仍然面色苍白 校医建议他在医院观察一晚 我给柳如烟的母亲打了电话 我知道他来自本地单亲家庭 却没想到 他的母亲对他 却是那样的态度 宋老师 我给你转一千 你帮我照顾他一晚吧 柳如烟妈妈 我是他的辅导员 自然会照顾他 我并不需要钱 只是他现在这个情况 您不要来看一下吗 你说什么情况 笑喘吗 他妈妈居然笑了 他也不是第一次犯了 我今晚真的很忙 宋老师 你要是觉得钱少就说话 我给你两千 行吗 我还要再说话 却听到身后 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 宋老师 算了他不知何时 已经下了病床 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手机 按了挂断键 他不会来的他笑笑 我习惯了 都成年人了 不用找妈妈那天 我在病房陪了他一晚 听他讲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我知道了他一直是一个人长大 知道了他妈妈 在不停更换男朋友后 终于在几年前 嫁给了一个爆发户 他说 亲情在钱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有钱才能有地位 他自嘲一笑 我说不过他 习惯了我摇头 我承认钱是很好 但是 没什么能比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更金贵 所以 对感情有渴望 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吗 他看向我 宋老师你真的这么觉得 那之后 许是因为恻隐之心 我总是有意无意的 多照顾他一些 可我没想到 他会对我产生男女之情 我认为 那不过是一个从小缺乏母爱的孩子 对老师产生的依赖 可他否认了这一点 我喜欢宋老师 和宋老师你比我大 没有任何关系 我只是心动了 他看着我 满目真诚 其实从见到你第一天 我就心动了 只是笑医院的那一晚 我才明白了自己的心 你说感情是最金贵的 有渴望也是正常的 所以 我也想勇敢追求一次那时 为了让他死心 我不止一次与他谈心 柳如烟 你要知道 我们相差六岁 我用变脸小程序 生成了一张往年照 你看 这样的我 你还会喜欢吗 带着少女气的女生 瞪大眼睛 看着我手机里的照片 喜欢他坚定道 宋景晨 我说过 喜欢你 与年龄无关 你要真觉得年龄是问题 我倒觉得随着我们年岁增长 这个矛盾会越小才对 你只看到了18岁的我 和24岁的你 相差6岁 可你有没有想过 68岁的我和74岁的你 都是老年人了 又能相差多少 这是他第一次 不是叫我宋老师 而是叫我宋景晨 我知道 找一个比自己小太多的女朋友 还是自己的学生 会让你没有安全感 我会向你证明 无关年龄 无关时间 我对你的喜欢 永远不会变一个漂亮女孩 大胆炙热的喜欢 也许对于寻常男生来说 是件甜蜜幸福的事 可对于身为老师的我 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柳如烟 院领导不止一次找我谈话 小宋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 思想开放 但那毕竟是你的学生 如果传出去 外面的人只会说 男教师又拐女学生 你才刚上班 要爱惜语义 也要关注学校的声誉 这传出去 人家会说你没有失德 也会说学校管理不善于事 学校不由分说 给我换了管理的班级 还取消了当年平忧 而柳如烟的妈妈 也给我打来了电话 电话里 她说话很不客气 宋老师 我估计还叫你一声老师 你要是还要脸的话 就请离我女儿远点 老牛吃嫩草 你见不见啊 还做老师 呵呵 我很生气 与她争辩起来 我从没想过 要什么老牛吃嫩草 麻烦您说话 放尊重点 没想过 她妈妈冷笑 那你引诱我女儿做什么 而学校里 像柳如烟妈妈这样想的 不止一个人 似乎人人都觉得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一定是我先做了什么事 蓄意勾引 才让柳如烟对我着迷 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了 这个社会的深深恶意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无法自证清白 对不起 宋老师 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柳如烟来到我办公室道歉 我只是真的喜欢你 太眼眶微红 我只是想追求自己的喜欢 仅此而已啊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想你 没关系 我摇头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柳如烟的眼睛猛然睁大 是的 也许是我不够坚强吧 我终究还是在流言蜚语中倒下了 妥协了 我草草接受了一个 同事介绍的相亲对象 有女友后 我确实也过了一段很平静的生活 柳如烟没再找过我 我也不再关注她 直到寒假值班那天 女友来和我吃饭 我意外发现 她兜里有一个用过的套 原来 她除了我这个男友 还有好多男性好友 我当即和她分了手 回到办公室后 脸烧得通红 可是那个女人居始终都没有发现 我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迷迷糊糊之间 似乎有人进来 又扶着我去了医院 她和我说 宋景晨 放心 我在我书页 吃饭 休息 她都在 彻底清醒后 我看着面前沉默收拾的柳如烟 你为什么在这里 她手一顿 只轻声道 你需要我 我随时都在她抬起头 目光成彻 但如果你不想看到我 我可以待在门外 你有需要叫我是什么时候 心中起了波澜呢 大约便是那个时候吧 后来我才知道 那天她本来要坐车回家 却看到了在校门口 争吵的我和女友 她不放心 我在那种状态下值班 来到办公室后 发现了生病的我 四年里 似乎每当这种时候的时候 她都在那里 她就这样默默地坚守着 爱着 让人无法不为之一点点心动 手机突然响了 可却不是柳如烟 而是我哥哥 小陈 是这周末带女朋友回家吗 思绪回笼 我这才想起 这周 我原本打算带柳如烟回家的 有点是 可能暂时回不去了 我尽量压住 不断翻涌而上的情绪 哥哥并没有听出一样 这样啊 爷爷还期待见她的呢 她笑道 你小女友 要是知道你其实是 宋氏集团董事长 最爱的小孙子 估计要吓一跳吧 虽说之前 爷爷不让你说是想考验下她 但如今你们感情也稳定了 我觉得你不如早点告诉她 也免得到时候 她来了不自在 认识啊 柳如烟还不知道 我是比她那个公司 大好几倍的 本地首富 那的宋氏集团的小公子 做老师是我的兴趣 爷爷和哥哥充分尊重我 但为了我的安全考虑 他们要求我不可以 透露自己的家世 包括对女朋友也一样 柳如烟只知道我没有父母 跟着爷爷和哥哥长大 而这 也是她妈妈 坚决不同意我和她在一起的原因 她觉得我这个老师 本来就不挣钱 还有个需要帮衬的哥哥 只会成为柳如烟的脱油瓶 爷爷当时听说 我和曾经的学生 谈了恋爱 并没有斥责我 只是说 你相信爷爷 先不要告诉他 等你们感情稳定了 爷爷会送你们的大礼包 这个礼包 是宋氏集团的股份 所以让柳如烟后半生衣食无忧 而我 本来要在这周末 带着柳如烟回家 把她正式介绍给家人 可她 却想和我分手了 心口像是堵了一块溪水海绵 又疼又胀 这一晚 我想了很多 我和柳如烟的过去 我一遍又一遍地听酒吧的录音 试图在里面 找到她还爱我的证据 可却像是被一遍遍凌迟 可饶是如此 我却没出息地 仍然想给她一次机会 几年的纠缠和感情 占据了名为理智的高地 我不得不承认 如今 或许现在更深的是我 不甘心放手的 也是我 我至今记得她大四毕业时 操场上 夕阳下 我站在看台上 看着下面 不知道第几次表白的柳如烟 你真的这么喜欢我吗 我问她 她毫不犹豫地点头 眼睛依然同第一次告白时那么亮 是啊 我一直喜欢你啊 说一直会喜欢我的 明明是她 我相信了她 再也没有在意我们的年龄差 放弃了爷爷为我找的那些个门当户对的潜在对象 在她毕业那一天 和她正式在一起 因为她的痴情 甚至改变了公众对这段恋情的看法 有人将我们两个的故事发到了网上 学校一度成为了网红打卡 真爱胜病 曾经极力阻止这段恋情的校领导 对我到脏水的同事同学 都送上了祝福 那之后 我更是放任了一项骄傲的理智 沦陷在了这晚如偶像剧的剧情中 全心全意的去爱她 于是 实至如今 不想放手的 居然变成了我 我开始不自觉的在心里给她找各种原因 试图说服自己 去理解她 相信她 也许她有苦衷 不得不对老板儿子委屈求全 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也许 是我想多了 可没想到的是 现实去给了我最重的一击 第二天一早 我和学校请了假 去了柳如燕的公司 我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 也知道自己怕见到什么 当柳如燕从古城那辆粉亮的小跑车上下来时 我悬着的心终是死了 那胡思乱想 拼命告诉自己要相信她 给她绞尽脑汁找借口的一页 似乎也成为了天大的笑话 两人一起来到了一层的咖啡厅 和我只不过隔着一个挡板 却没有注意到我 饿死了 旁边的声音清晰传了过来 饿就多吃点呀柳如燕柔声道 我就知道娜娜对我最好了 古城笑嘻嘻说 对了 你昨天按咱们计划一夜未归 你男朋友今天肯定要发飙了 做好准备哦 嗯 我和你说 她只要闹脾气 你一定要先发致人说她不信任你 别让自己落了下风 变成被指责的对象 你要让她憋屈又哑口无言 这样情绪越过越大 才会和你分手柳如燕笑道 你怎么这么有经验 哼哼 我可是最会看人的 尤其善于对付男绿茶 哎哟 她突然顿住 怎么了 我 后背好像有什么在扎我 她小声道 娜娜 帮我看一下吧 啊 怎么看 柳如燕愣住 要不我叫个男同事 等不及了 师傅 你就帮我看一下了 师傅师傅师傅 你忍心看你的徒儿一直难受吗 古城的声音带着撒娇 师傅这个词 是古城给柳如燕的称呼 他曾与我说过 最烦他这么叫他 可现在 他却回答 行吧 我帮你看 只是 去哪 去我车上吧 放心我车窗贴膜了 别人看不到里面的 两人默契的起身 一前一后离去 从始至终 柳如燕的目光都在他身上 温柔 甚至带着一丝浅犬 是我曾经最熟悉的眼神 胃里一阵翻涌 我转头 看向窗户玻璃上自己的影子 男人顶着黑眼圈 脸色苍白 神色忧郁 眼泪正顺着眼角流下 看起来脏兮兮的 一点都不好看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 似乎一下子清醒了 宋景晨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没有追上去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 直至李治完全回归 我起身 开车 回家 睡觉 傍晚时分 柳如烟到家时 我刚洗完澡 再刮胡子 他站在门口 盯了我半晌 欲言又止 回来了 我转头 对他笑 吃饭了吗 吃了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昨晚 没事的 倒是你同事 没事吧 要是没劝好 今晚你还可以去住 他一下子愣在原地 你 不生气 我笑着站起来 怎么会生气呢 我走上前 抱了抱他 难道在我女朋友心里 我是这么无理取闹的人吗 当然 不是他顿了一下 我 我昨晚 手机没电了 我心中冷笑一声 我没给你打电话 你不都告诉了我吗 我笑着说 对了 我今晚要准备学校活动 为了不影响你 我睡另一个房间把柳如烟去洗澡了 我收起脸上的笑容 拿起他放在桌上的手机 帮他充电 他的锁评密码是我的生日 也许是我天真的出于信任 从未查过他 此时 刚好来了一条信息 帅哥就是我 怎么样娜娜 顺利不 顺利的话就是首战告捷 明天中午一起庆功呀 哈哈 对了 下个月慈善晚会 娜娜你来当我女伴吧 好不 我和爸爸说了 他觉得你特别合适呢 紧接着 是柳如烟妈妈的信息 我听谷总说了 你和他儿子最近处得不错 你总算是长进了 赶紧揣来那老师 下个月的慈善晚会 我和你郭叔叔也去 到时候 咱们在一起和谷总聊聊 我拿起手机 拍照 大约十分钟后 柳如烟出来了 你手机响了 我一边看着电脑 一边像往常一样 随手指了指另一侧的桌子 他肉眼可见的紧张起来 挤步上前 将手机抓在手中 怎么了 是不是又是那个古城 我故意问 啊 他一下争住 是 是 他真的好罚啊 我拖着下巴看着他 怎么总在下班后烦你吗 是 是啊 他结结巴巴 不知是因为心虚 还是别的原因 竟别开了眼睛 我也觉得他讨厌 他背对着我快速打字 我不打扰你工作了 先去睡了 柳如烟 我叫住他 他回头 你这周末 能去见我爷爷吗 他的神色立刻紧张起来 我 这周可能去不了了 古总让我加班下周呢 下周 还不好说 可能也 算了 那就完了再说吧 我打断他 遗憾道 真可惜 爷爷说给你准备礼物了呢 他的表情如是重负 完了我给爷爷准备个礼物 你帮我带给他 最近确实忙 走不开 爷爷的礼物 就不用了 让老人家自己留着吧 我点头 也好电脑的聊天框 连续蹦了好几下 是哥哥发来的几个高定西服 慈善晚会那天 选一个 我们宋家的小公子 必须以最耀眼的姿态出现 我看了看柳如烟 紧张回信息的背影 笑笑 打了一个字 好好啊 既然他们耀眼 我就陪着他们也好了 只不过 这场大戏的过程和结局 恐怕没法如他们所预料了 那之后 柳如烟或许得到了古城的指导 又不断地挑战我的底线 比如说 突然让我把家里的猫送走 说他看着烦 猫和我 你只能选择一个 我点点头 将猫立刻送到了哥哥那里 开玩笑 我哥极其爱猫 那个猫爬架 比我这个公寓还贵 过了几天 他开始在家里抽烟 我之前和他说过 我讨厌女生抽烟 可这一次 我却笑眯眯地戴上口罩 没事 你抽吧 工作压力大 我理解的 他愣愣地看着我 甚至忘记了土烟圈 我有哮喘 他说 我知道 我笑笑 要在那边 记得随身带着 毕竟以后日子还长 你放心 等我们结婚了 我也不会说你的 他皱了皱眉 后来 他开始变本加厉 晚归 甚至彻夜不归 我会发一句询问的短信 但若是没有回复 我也不会生气 他开始有些沉不住气 情绪显而意见急躁起来 可即便他对我吼 我也是笑着回应 总之不提分手 古城和他一样着急 这段时间 我明显成为了 两人感情的催化剂 而两人越想在一起 我的存在就越来越碍眼 他发信息问他 那老男人怎么这么能忍 他肯定是想赖着你 娜娜 你踹了他 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啊 柳如烟回道 我不也在努力吗 别催了 不知是古城逼得紧 还是什么原因 他终究还是忍不住了 我一晚上不回 你难道一点不关心吗 这天 才一回家 他就先发制人 我知道你在忙事业 我笑笑 我最近其实也挺忙的 所以理解 我觉得你最近有点变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他盯着我的眼睛 问 怎么会呢 你别胡思乱想了 那你怎么都不关心我呢 他拉住了我的胳膊 不依不饶 如果你不爱我 那不如分手 你在说什么呢 我一下子夸张地捂住嘴巴 我们怎么可能分手 我跑回房间 将初来的婚纱抱出来 你看 我连你的婚纱都看好了 那天路上遇到同事 还给他们看来着 大家都夸好看呢 但怕打扰你 所以说等你回来给你看 我的声音充满委屈 看到婚纱的那一刻 柳如烟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煞白 他居然逃走了 也是可悲 他的情绪都快崩溃了 居然还是连分手都不敢说 房间里再次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将婚纱丢到一旁 懒懒地坐在沙发上 我发现自己已经不会哭了 柳如烟 真的谢谢你这段时间 做的恶心事 让我再也不会留恋这段感情 而你 既然想当渣女 就别离牌坊了 很快就到了慈善晚会那天 柳如烟这几天都借口要加班 避着不见我 我知道 他这是在逼我去闹 进而给我扣个无理取闹的帽子 在顺理成章地和我分手 穿着哥哥送来的高定礼服 我才刚到现场 就看到了挽着手的柳如烟和古城 也是巧了 我的座位就在他们前面 可这两人兴许目光中只有彼此吧 又或者根本没想到 我会来这样的场合居然没有发现 我柳如烟的目光中 有一种踏足名利场的兴奋 两人说话声音不算大 但谁叫我离得近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了 可我不管做什么 他都由着我 我根本就没办法让他说出分手 他甚至还去买了婚纱 看到的那一刻我都吓死了 死老头 肯定是觉察到你不喜欢他了 在想办法挽留你呢 没事了娜娜 我就不信了 你都对他这个态度了 他能愿意守一辈子火管 要不我直接和他分手吧 我受够了 好啊我说 身后突然没了声音 我起身 看向身后呆愣的两人 我等你这句话很久了 柳如烟你说什么 我叹了口气 再陪你们玩下去 我都有些无聊了 古城愣愣的看了我半晌 突然一下子蹦了起来 保安呢 保安在哪里 你这个大叔是不是丧心病狂了 居然跟踪娜娜到这里 你能不能不要再缠着娜娜了 他已经不喜欢你了 用道德和婚姻绑架女人 你不觉得可耻吗 我好笑的看着他 觉得他脑子多少有点毛病 柳如烟说想分手 我刚刚明明说的是 好啊 怎么我就成了死缠烂打的那个 这时候 我手机突然响了 是哥哥让我去后台准备 毕竟好戏还在后头 我不想和他们纠缠 准备走 谁知柳如烟居然追了过来 阿诚 后台入口处 他一把拉住了我 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觉得我是个渣女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人总是到了社会才知道 感情并不能当饭吃 我想向上爬 向上升 我需要人脉 而古城会是我最好的人脉 我年轻时候 是看不上我妈 把钱看作一切的样子 你和我说人与人的感情 才是最宝贵的 我也信了 我努力的追了你四年 我真的对你倾注了所有真心 可我也是个普通人 我也不想总是我单方面付出 我希望也能得到一些回报 我 他的眼圈一下子 红了 感情都是相互的 不是吗 你又为我付出过什么呢 我爱你 喜欢你 可是古城他带给我的 远远大于你 我纠结 痛苦 不忍伤害你 可你呢 你早就知道了 对吗 你怎么可以一边玩弄我的感情 一边欣赏我的丑态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不是因为你这样 我们才走到分手这一步 空气安静 过了会儿 我笑了 你想问为什么 那我来告诉你 柳如烟 你其实和你妈妈是一样的 都是极度的利己主义者 当年的你之所以追我 是因为我最大程度满足了你对男性的情感需求 而现在 你最需要的不再是情感上的支持 而是金钱和利益 所以古城变成了能满足你需求的那个人 你知道我最看不起你的是什么吗 做人就要坦坦荡荡 你想要金钱 想要权力 你想要和古城在一起 你坦诚的和我说 我不会对你死缠烂打 可是你却用了最令人不耻的方法 明明想分手的是你 却想尽办法让我成为过错方 然后我反击了 你又说我在玩弄你的感情 我又不得笑了 话都让你说了 理都让你站了是吧 娜娜 你在干什么呢 快过来啊 一个熟悉的女生传了过来 我寻声看过去 是柳如烟的妈妈 她居然举着一个自拍杆 在直播 一如既往 她看到我的瞬间便变了脸色 不是 你要不要脸啊 她迅速走过来 你怎么还追到这里来了 这里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地方吗 她声音很大 立刻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她将镜头对到了我的脸上 你们看要 就是这个男人 还是老师呢 上学时候就使劲手段勾引我女儿 就图我家的钱 现在我女儿醒悟了 她居然还不要脸的追来这里了 妈 你先关了直播 柳如烟不耐烦道 你懂什么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她这个贱人的真面目 你们知道吗 当年这个男的友 在学校里真是使劲了浑身解数 对我女儿做的那个事情 此时 古城也追过来了 天油加醋道 是啊 我是柳如烟的同事 我也可以作证 柳如烟被这个男的折磨得不轻 直播间 涌入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 好像之前 A大使有个轰动的师生恋 这男的看起来像是那个哈 我怎么听说是修成正果呢 还留言祝福来着 原来是男的蓄意勾引啊 哎哟 现在这社会 女孩子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 我愣在原地 我是真没想到 今天这场戏 居然还来了个助攻 本来我还在想 该怎么做消息的扩散 这下倒好 现成的直播啊 正在此时 哥哥走了过来 古城和柳如烟妈妈 立刻都认出了他 三步并做两步 抢着和他握手 可他只是皱眉 看着眼前的几个人 沉声问 你们把我地位在中间干什么呢 所有人都愣住了 弟弟 柳如烟妈妈重复道 您说您和老爷子 今天要介绍的小公子 在这儿 我哥一脸看智障的表情 随后 他走过来 拍拍我的肩膀 麻烦让一下 我和弟弟还有事 而此时 爷爷也出来了 阿诚准备好了 他笑呵呵地拉过我 目光落在了柳如烟身上 这就是那个 不来见我的女孩 他从上到下审视了一番 爷爷 柳如烟此刻 已反映过来了我的身份 他赶忙上前一步 刚要说话 已被爷爷打断 倒是看着不咋地 分了也不可惜 是啊我哥在一旁道 我也深表认同那之后 爷爷直接无视了他们 拉着我的手上台 郑重且隆重地 介绍了我的身份 宋氏的小公子 宋氏股权三分之一的拥有者 柳如烟妈妈脸色惨白 早就偷偷关了直播 可以现在网络传播的速度 这件事早已上了热搜 天啊 那个姓柳的他妈说 人家对他家死缠烂的 还图他家钱 我没听错吧 他家的财富 够得着宋家一个脚趾头吗 而宴会现场 柳如烟也再次找到了我 我不知道 阿诚 我之前并不知道 他手足无措开始解释 我是喜欢你的 真的 我只是 只是一时被古城的话蒙蔽了 我当年追了你四年 你不相信什么 都不能不相信我的真心 是吗 我笑笑 所以你一直爱着我 并没有想尽办法和我分手了 当然了 他急切到 我一时脑子乱 又害怕 阿诚 那么多人祝福过我们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 才走到今天 我悲哀的看着这个女人 她怎么 会变得这么油腻了呢 柳如烟 我现在不光觉得你不够坦荡 你还脑子不好使 我从包里掏出另一个手机 不过没关系 我脑子好使 我帮你好好回忆一下 那天在酒吧的录音 在公司一层的录音 我都一股脑 放了出来 还要我放你俩的聊天截图吗 我看着脸色煞白的他 笑着问 他愣住 你怎么可以 我只是如你所愿罢了 柳如烟 我这个人不像你 我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向前走了一步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和你分手吗 那我现在就正式通知你 咱们分手了 请你以后离我远点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说吧 我转身就走 哦 对了 我记得你当时 特别怕大家骂你渣女来着 我停住脚步 看着面色惨白的他笑笑 我想应该不会的 因为拜你母亲灵感所赐 刚才我一直开着直播 网友的眼睛那么血亮 一定能看出 是我甩了你 是我宋景臣看不上你 甩了你 这个 就算是我送你的分手礼物吧 那之后 柳如烟 古城和柳如烟妈妈都出名了 我觉得 他们也算是求人得人 我们宋家放了话 以后不会再和顾家和古家合作 顾家那个爆发户 为了保住订单 和柳如烟妈妈离了婚 而古家则更惨 没几个月就破产了 晚会过后 古城由于被骂得太惨 几乎再也没有出过门 后来 听说他精神出了点问题 见到人就说 他分手了吗 我的方法怎么会出错 柳如烟没了工作 出门又总被人认出来 人们现在给他起了个外号 小错失几个亿 听说他带着他妈一起 回了乡下老家 我身份公布后 不宜再在学校工作 但由于我喜欢当老师 回送室还是负责员工培训 我偶尔也会回学校去 看到那些校园情侣 三三两两走在一起 一切都很好 而我也相信 未来会更好 全文完 感谢观看